新泽西志工所设的食物仓储 也到了每个月一次的发放日 尤其在桑迪过后 蔬菜水果价格高涨 这份食物对低收入户的家庭 更是迫切需要 如同以往 新泽西志工在食物银行开门前 已经在门外等待领取食物 尤其在桑迪风灾过后 新鲜的蔬菜水果更是得来不易 像美国人都喜欢这种蛋糕 那我们是准备面包已经给他了 已经准备好了 那就是准备一些底子 一个给他们 他们都会喜欢这些东西 和慈祭一样 希望能够领取到食物的慈善团体 在这两个星期 明显增加二到三倍 新泽西食物银行平均一天 就要消耗掉二十万磅的食物 我们已经带了三亿万磅的食物 从海岸山地 所以那是大量的浪费 受到风灾影响供货短缺 由于慈祭和食物银行三年来合作的默契 能够顺利完成任务 我们算中等 所以我们可以领到1500磅 就是每一次 而在分会外 已经有人在排队 感恩节即将到来 对食物的需求比过去来得迫切 我们通常都会很好的跟他们讲说 你需要多少你就拿 没有关系 但是就是不要浪费 志工忙于症灾 但也不忘照顾这群低收入者 同样的感恩心 他们也懂得要将食物分享给受灾更严重的邻居 感恩节来临前彼此互助 食物不匮乏 心灵同样富足 但新闻许菲丽杨玉民 美国新泽西报道 这边是课 或者看到 和酒 所以在这边